大家好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 大家好 2020年8月22号星期六 上午11点28分 1128 要要我儿子发财 大家的孩子们 我们本人也都发财 发财不要紧 我们平安 现在对这个世界 有威胁的是什么呢 是核武器 各大国都要搞核武器 但是有人说核武器 意志的战争 似乎也没有 二战之后 朝鲜战争 韩战 越南战争 越战 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南斯拉夫内战 波黑内战 好了 不扯那么多 看看这两个字 马兰 繁体字 马兰基地 马兰基地 在新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怎么看着像一个保龄球似的 是吧 像一保龄球 或者像一鸡腿 这个有路标 现在开放旅游了 有路标 写着靶场 军事演练区 将军楼博物馆 原子街 事报模拟场 这个马兰基地 在新疆 这个波斯腾湖那边 好像原来叫 也叫21基地 我跟那有一点小缘分 有一个老张 老张应该比我小点 40多了 老张年轻的时候 在马兰基地当过兵 老张是北京房山人 房山最南头 快到河北卓州了 房山和卓州搭建 老张生在那 老张从部队复原以后 学了中医按摩 他给我按摩 我那个前些年 不是做买卖累吗 回到家 在我们小区里 他给我按摩 就在旺京 老张有一闺女 老张叫张红什么 现在我死活想不起来了 叫张红森 张红刚 张红卫 张红亮 张红军 可能叫张红军 可能是这么一名 老张 另外我们小时候有个童谣 大家知道吗 童谣就是那个跳皮筋 小女孩 什么28256 28257 282931 马力开花21 马兰开花21 这个据说都跟那个核实验基地有关系 刚才有人是有这么一段文字 给大家读一下 说刚才看到原国防科工委大院 孩子的朋友圈才知道 说到这儿啊 昨天我不聊了那个蔡霞教授的朋友 黑子吗 他们去那个北京市粮食学校跟人家舞斗跟人打架 然后我就想起来 那儿就有一个叫中国核工业信息中心 中国国防工业信息中心 马路北 这是马路南 马路北是核二院 中国核工业第二研究院 然后旁边就是国防科工委 原子弹爆炸呀 中国发射卫星啊 都归国防科工委 然后旁边离这个中央电视塔不远 三环路边上 航天桥的西南角 就是国防科工委第九干修所 就是我的客户啊 好了 不扯那些啊 说看到原国防科工委大院孩子的朋友圈才知道 这个感情啊 这个跳皮筋的童谣和马兰基地有关系啊 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马兰基地附近啊 成功试报后 总指挥张爱平指示基地参与原子弹研发的工程师 编创了这首童谣 里面竟然还蕴含着核基地的秘密 比如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八二五六 二八二五七 小女孩啊 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十一就指的是核实验基地的代号 可能他那不是不止二十一 还有二十基地 什么二十二基地 应该是排着的啊 二十一就是核实验基地代号 开花 马兰开花二十一 指的是爆炸成功了 我跳了很多年皮筋 水平一流 特别是大举 从小拉筋练就了柔软度 至今还满怀感激 可我今天才知道28256是指2的八次方是256啊 搞这个原子弹啊 这些东西需要一个精密的数学计算啊 啊28256是指2的八次方是256 28257 哪28257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的257是最靠近256的一个质数 质数啊282931是指2829都是完美的数字啊 perfect numbers2829都是完美数字啊 281628162918啊 31则是个幸运的素数 Locally Prim啊 31啊是个幸运的素数 童谣的作者把数学知识放进跳皮筋来启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真是用心良苦 可我这个跳皮筋的受益者却一直蒙在鼓里啊 感情里有军事机密啊 啊 这个跳皮筋这个小孩 我们那个70后都知道啊 60后更知道了 是吧 这个21基地啊 你们说这个21基地 这个我认识一个当兵的 在那当过几年兵 姓张老张 房山人 后来回北京之后学了中医按摩 我经常找他按摩去 他们家住房山最南头 快到卓州了 有一闺女 现在老张 哎呀 都得十年以上没见到老张了吧 八年 至少八年了 一二年 我从旺京搬走以后就没见到老张了 这个 听我哥说呀 这个一旦有这个原子弹爆炸呀 或者发射卫星啊 有这些事 这个国防科工委啊 门口这个 哨兵就上双岗 就戒备森严 这个国防科工委就在我们家那 黄色 安外黄色 黄色大街的东头 马路北 对面是总参二部外事局 这个大使馆的五官都是那派的 这个国防科工委 司令部和这个总参外事局 都是我的客户 西边是空军研究所 空研 空研主要的西三旗 有个空研大院 空研大院的空四所 空六所 还有这个空研管理处 空研大院管理处 还有旁边的空军西三旗干修所 原来都是我的客户 关于中国核实验基地 反正老张跟我聊过 说就在波斯腾湖 新疆最大的内陆湖 波斯腾湖的边上 应该是核硕县 你看这个有条目出来了 有介绍 中国核实验基地 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21试验训练基地 也就是63650部队 马兰基地 好几个名字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因郭勒蒙古自治州 核硕县 乃人克尔乡境内 在罗布泊沙漠的西端 为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航天系统部直属单位 是一个综合性的科研试验单位 刚才我说国防科工委司令部 就是总装备部司令部是我的客户 这个科工委的后勤部也是我的客户 在建香桥这边 现在的司令员叫吴应强少将 这个政委叫孔令才 令字辈的 你看他跟宋美龄的外甥女儿 外甥孔祥熙的儿子闺女 什么孔令坎 都是一辈的 令字辈的 属于上级单位是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航天系统部 这是一个政军级单位 成立时间是1959年 在1950年代 在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正式上马后 原子弹导弹基地的建设问题也提上日程了 这个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指示 关于导弹基地原子弹试验基地 选场问题啊选场 这个交给陈锡莲 他是炮兵司令 这几年跑的地方多 选好了交给工程兵司令陈世炬 一个陈锡莲 一个陈世炬 还有一个陈在道 这叫三陈 还有杨勇 还有杨德志 杨成武 这是三杨 由他的工程兵负责舰 安排部队的事情 荣真同志多操心 聂荣真聂帅 最好是乘舰制拉过去 整个部队乘舰制拉过去 这样利于保密 导弹基地的建设 主要由陈世炬负责 而前期原子弹试验场的 选址工作 主要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展 中央军委确定建设 核实验基地后 国防部组织了 悬场委员会 成员包括陈世炬 江文 不是那个演艺明星的江文啊 是江文 江泽民的江文化的文 唐凯 李兆邦 长永 赛峰 赛 边赛的赛 刮峰的峰 他们与阿 比 阿可能是 阿里克西 比 比德罗维奇 比德罗 安德里耶夫 等 四位苏联专家 共同研究 悬场方案 陈世炬 同委员会的成员啊 陈世炬应该是委员会主主席啊 主任 同委员会成员和 二级部第二级界工业部啊 的郭英慧 及四位苏联专家 二级部是哪个部啊 我得查一查了 我看看二级部是管啥的啊 是核工业部吗 啊不是 二级部第二级界工业部 1954至1958年 是兵器 坦克 航空工业啊 58年 并入第一级界工业部 然后 1958年 至1982年 二级部 指的是核工业 那这个就是核工业部 核工业部 1982年 改名为 核工业部 就是和这个核工业部的啊 郭英慧 及四位苏联专家 赴甘肃敦煌以西地区 勘察原子弹试验场 也叫原子弹靶场 1958年的下半年 他们先后勘察了 青海西部 内蒙古西部 新疆东南部等地 那这个范围很大了啊 经数月的勘察 根据苏联专家意见 将原子弹试验场 定在甘肃敦煌以西地区 核爆新 爆新啊 定在甘肃敦煌西北方向 这一悬场方案 获得了总参谈长黄克成的 正式批准 勘察大队 代号为解放军0673部队 由张志善任大队长 他与政委常永 副大队长史国华 在敦煌选定的地区 开展了地质测绘 道路和通讯设施的建设 同时 1958年 经副总参谋长 陈庚推荐 聂荣臻同意 由解放军第三兵团 三兵团啊 参谋长张运玉 出任即将成立的 核实验基地 司令员张运玉 并报中央军委批准 由张运玉 负责敦煌原子弹实验场的建设 张运玉 1958年10月2日 张运玉奉命抵达敦煌后 经调研认为 苏联专家的意见 他可能给否了 经调研 调查研究啊 认为敦煌不适合建原子弹实验场 应向西到新疆 罗布泊地区建设 张运玉立即回北京 经陈庚 通过陈庚向聂荣真汇报 此时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 斯拉夫斯基 也来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原子弹实验场 建议移至新疆罗布泊地区 苏联人也推翻自己的观点了 推翻了自己的结论 1958年的12月24日 张运玉率勘查小分队 自敦煌出发 经玉门关向西赴敦煌 12月28日 张运玉一行 到达罗布泊西北 100多公里处 打下第一根木桩 后来此处就是中国大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 罗布泊 现在很多人还到罗布泊里边去探险 什么楼兰古城 你可小心 那地方的核辐射还是很厉害的 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离现在才50多年 核辐射物可不是50多年就能够衰减的 根本就衰减不了 对人还是有危害 1959年2月初 由陈世锯万亿 万亿是东北军 东北军起义过来的 好像原来张学良的人 万亿 张运玉联名向国防部提交了核武器实验场悬场报告 建议实验场定在罗布泊西北 1959年3月13日 国防部正式批准该报告 并于3月25日通知新疆军区 0673部队将进驻新疆 执行特种工程任务 该部队就0673部队的军事 行政党政后勤工作归新疆军区领导 有关情况需保密 部队于1959年3至4月间进入新疆 赞助新疆 河硕县乌石塔拉公社 乌石塔拉 塔拉就是草原 乌石塔拉公社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 农业第二师的一个废弃农场 这时靶场的领导只有张印玉 常永 张志善 他们将营区定点在乌石塔拉以南地区 东距试验厂区250公里 离将来要爆炸的爆新250公里 北靠天山 南不足20公里 有波斯藤湖 因为此处生长着少许的马兰草 有一种草叫马兰草 当地人称此地为马兰滩 张运玉 张志善 工程处长苏润海 最后定点时 将此地定名马兰村 部队进驻后不久 1959年6月13日 接到总参谋部通知 0673部队 队内称 中国人民减分军第21训练基地 总参谋部正式批准该机 该实验基地 这个核实验基地的建设 随即基地建起了党委 常永任第一书记 张运玉任第二书记 张志善 任忠贤 李天忠 任党委委员 张志善 任忠贤 任务的任 中间的忠 吃咸了 咸菜的咸 李天忠 木子李 天地的天 忠 忠心住院的忠 任党委委员 原勘察大队工作已结束 即行撤销 张运玉玄继被任命为基地司令员 1958 1959 部队陆续进入核实验基地 1960年开始有军人家属进入基地 得有家属 得随军 两地分居 这不行 随着人口的增加 核实验基地的生活区 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镇 有学校 有医院 商店 礼堂 等等设施 我们小的时候啊 很多单位像什么总证 有礼堂 什么和平里有第五俱乐部 然后那个月潭北街有红塔礼堂 那边有什么国家纪委啊 统计局啊 什么物资部啊 还有物资部礼堂 那会儿开大会都在礼堂里开 这些年都不开了 为什么不开了 有人说各单位领导太腐败了 开大会几百人几千人 怕有人骂他们 怕有人夺他们的权 就前两年要把北京电影制片厂 北影厂要拆 据说就在北影厂礼堂召开一大会 结果很多职工上去指责谴责 骂这些领导 让他们下不来台 所以一个单位的领导 如果对自己的领导权威 包括你的这个很多决策的合法性 都不自信的情况下 现在礼堂只能废弃了 因为礼堂是全单位的人 理论上单位所有人都应该在那 这时候各种矛盾不满 对你贪污腐败 决策不透明 是吧 你的专权 独断专行 独裁 对你的不满很容易爆发出来 就像前两天 这种人群大量聚集的场合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清廉的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有权威的 然后民意支持度很高的领导 你很容易被大家伙虚下台 这不就前两天 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 到一个工厂 拖拉机厂什么厂 去发表演说 不就被大家虚下来了吗 那更极端的例子 罗马尼亚的总统 齐奥塞斯库 领导人 齐奥塞斯库 不就在广场上 十万人 有人喊 打倒齐奥塞斯库 然后他就完蛋了 就被杀了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对吧 好吧 就聊到这 是吧 大家伙给我转发 给我点赞 好吗 谢谢了